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艾布在美国大西音乐节的清唱舞台 引起了韩网的热议 艾布于当地时间8月3号 在美国芝加哥参加了美国大西音乐节 Lulapaluja Chicago 进行了约45分钟的表演 Lulapaluja是从1991年美国芝加哥开始的大西音乐节 涵盖流行音乐摇滚等各种受欢迎的大众音乐 而艾布是今年唯一受邀参加的K-pop女团 与众多国际真名歌手同台演出 当天艾布与乐队一同登场 以IM作为开场曲 随后艾布演出了摇滚版本的罗亚和阿森迪欧 展现了不同以往的独特魅力 随后带来的黑雅 艾布特莱克等8首歌曲 艾布以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 让粉丝们持续兴奋 据了解 正在进行世界训练的艾布 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 全力准备了Lulapaluja的演出 凭借这样的努力 艾布在约45分钟内成功表演了11首歌曲 并配合全乐队的现场演奏 呈现了出色的表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刚刚看了上传的影片 确实做得很好 我都感到自豪了 让他们在40分钟内现场演唱11首歌 还要跳舞 在这样的天气下可能会倒下 但他们的实力和体力都明显增强了 真的感到既欣威又自豪 我原以为艾布除了安逆节和李吉之外 其他成员都不会唱歌 真的是误会了 哇 真的太棒了 就是服装有点可惜不然就完美了 强王娘比以前好多了 她应该在背后付出了大量的练习 应该几乎没有时间练习 但进步真的很大 这次除了艾布的唱功收到承赞之外 另外两个部分也收到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就是强王娘的第一 很多网友们表示 强王娘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声色 再来就是安逆节的假发 对于艾布的罗拉帕路加舞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女团聪明系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 庆祝了出道17周年 8月5号 水扬在自己的IG上传了庆祝照片 在公开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目前在美国的森林之外的7名成员们 他们为了庆祝出道17周年和纪念Tipani的生日 统一穿着白色的服装 水扬发文 对此庆祝留言 虽然还有点不习惯 但我会努力得姐姐 总之 这留言使用的是评语 接着雨里留言 庆祝好可爱 23年来第一次用评语 庆祝再次留言 真的23年了吗 庆祝对姐姐们说评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要看到影片才会相信的 哇23年来突然要用评语 会很困难的 毕竟已经习惯用静语了 感觉雨里一个人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 都出道17周年了 如果说是23年来第一次用评语的话 那他们的例行生时期真的很长啊 不管怎么样 非常期待曾经对姐姐们使用评语的影片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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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cola